麥先生事長談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家庭好是站在路里幾十年了 盛陽建設董事長麥寬成 同時也是新東洋集團總裁 有他一手打造的盛陽建設 如今卻捲入都更糾紛 我沒有看過這麼離譜 手段這麼惡劣的公司 台北市新一區松仁路上 占定1600多坪的建築物 不少住戶早就搬走 一屆建設五年前取得這處都更案後 盛陽建設找上門 雙方談合作 如今立揭指控盛陽 疑似強迫換約 只花6000萬就拿走6億 度更案 無依無靠嘛 就只能同意去簽了那個 簽了那個實施者轉讓的 這個的這個協議嘛 這個合約 現在是變得有爭議 因為第一個在仲裁 在仲裁裡面的 目前裡面的話 已經有有那個 可以脅迫的問題 第二個又沒有經過股東會 重大資產一定要經過股東會 三分之二的同意之後 他才能夠出售嘛 李建建設認為 前周信董事長 在未經股東會同意下進行換約 因此主張合約無效 更質疑時任深陽檢信總經理 當初還是都更案的審議委員 根本是求援兼裁判 我認為中華民格的都更委員 從來沒有這種現象的啦 這事項太難看了 除了利益迴避之外 會造成合一無效 如今起造人為立揭建設 實施者卻是深陽建設 雙方陷入合約糾紛 建安迟迟無法動工 並且指控強迫換約 深陽建設有話要說 雙方進入仲裁 彼此各說各話 似乎沒有共識 都更案陷入僵局 何時能動工 還是未知數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